好,我們現在解說的是61頁的這個題目 好,這個題目基本上第三腳法 好,三世圖 好,我們就直接來畫,這邊 好,這一題比較困難的地方 是在 是在這邊,等一下老師再解釋一下 好,這邊上去 一個刻度 好,這裡一定有一條線 所以這裡有一個轉折 這樣子 所以這裡有一個轉折,特別注意一下 好,所以這個 這裡接到這邊,所以它這裡有一個點 這裡,從這裡接到這邊 好,基本上它是對稱的 所以這邊也會有 這裡有一條線,就是這一條線 會這樣子接上去 最難的地方是在這裡 好,因為說實在 如果兩個 都是斜線 其實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 等角圖的盲點 這裡 老師就不多做解釋 我們就是這樣拉下來 拉過來 就可以知道 它大概相對的位置在哪裡 好,好 所以正式圖是這樣子 再來上式圖 好 好,基本上這裡有一條線是 因為等角線 所以它這大概是就像這樣子 好,從這個點 拉到這個點嘛 齁 所以這沒有問題 這裡有一條線是從這裡 接到這邊 齁 好 再來就是這裡一樣 齁 還是從這裡拉過來 好,OK 再來換 右側試圖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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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基本上 齁 這裡是一條線 齁 這裡 到這邊來 這裡有一條線 所以這邊可能會有一些虛線齁 所以同學 齁 從這個點接到這個點 齁 再來這裡有一條 虛線齁 齁 在這裡 齁 再接過來 齁 這裡有一條虛線 只是跟實線重疊 好,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掉線齁 齁 好,基本上 我們可以來 好 我們現在來畫完成線齁 齁 好,老師從上試圖開始畫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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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六格齁 齁 要數清楚齁 齁 齁 老師 用這種叫方言指畫法齁 齁 相關方言指的畫法 請你參考 四十七頁的 第一題或第二題齁 裡面有詳細的說明 看著你的剪圖 來畫完成線 齁 齁,水平線一起畫 這一直線一起畫 齁 齁 老師用紅色筆 最主要是要讓同學看得比較清楚而已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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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考一定都是用鉛筆線完成 橫筆線 五個單位齁 醫 我個單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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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完成线了